哈囉大家好 哈囉大家好 最近疫情在全世界造成了大流行 也讓許多國家都陸續推出了不同的防疫政策 希望民眾可以不要亂跑 做好自主防疫 我想大家的心情每天應該都不太平靜 像我自己出門的話也是有點緊張 非常可以理解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介紹一項很美好 又很療癒 還帶有一些神秘色彩的文創物品 來陪伴大家度過這一段漫長的防疫期 好我們來看到這一套精緻的作品 就是我在今年大概1月初的時候預購 到3月份才終於來到我手中的新寶貝 它是Maleko小畫室的小動物塔羅牌 其實塔羅牌對我們來說是有點神秘 而且有點陌生齁 它除了神秘和神聖之外呢 它其實從古道精也附有了許多 藝術的成分在一頭 每個作家畫出來的卡牌感覺就很不一樣 像這一個Maleko小畫室的小動物塔羅牌呢 感覺上是用水彩這種看起來很溫和的媒彩 色調呢就很飽和很柔美 那我們從盒裝設計上面來看就很不一般 它是帶有著宇宙神秘系的深色底色 然後搭配上兩隻很可愛的小兔子 感覺就是很神秘可是又很大氣 我覺得它搭配這些動物的話看起來也金具可愛 傳統上塔羅牌有七十八張牌 由兩種不同的牌組所組成 第一種稱為大阿爾克納 由二十二張沒有花色的牌所組成 相當於所謂的王牌 第二種稱為小阿爾克納 由五十六張牌所組成 而這五十六張牌又可分成四種花色 每種花色有數字二到十的牌 加上一張S和四張宮廷牌 那我們就直接開箱來看 它送了一個很棒的絨布袋 感覺就很高級 它這裡面還送了四張的分裝片 可以拿來讓大家分裝你們的紙膠袋 其實塔羅牌有分不少的體系 那每一種體系之間 對於每一張牌的解釋也是不盡相同的 那我們先來看到這一組大阿爾克納牌 上面都是以不同的小動物來當成主角 那根據牌面底下所寫的象徵 整體搭配出來的場面還有小細節都非常好看 為我稍微惡補一下塔羅牌小知識 在這副大牌裡面的話呢 它們代表的是比較抽象的精神層面 呈現出來會是比較深層的事件的一些原因 這一套塔羅牌呢 它在可愛元素之下呢 也兼具到非常細膩的故事 我們就拿第一張這個牌來看好了 它是魚人 它上面就是一隻快樂的小狗 它已經走到懸崖旁邊了 可是還是一步一切的冒險 然後很快樂 那我們也可以解讀成像是 自由奔放啊 或是要追逐夢想等等的意境 在西方的神秘學當中呢 活水風土這四大元素是很基本的概念 世間的萬事萬物都可以歸納到這其中來說明 像東方也有類似的概念 沒有錯 接下來這56張小阿爾克納牌呢 就是分成這四種元素 那這副牌當中是以四種小動物來分別呈現 所以一道火這項元素的全杖牌組 是由兔子來當主角 那火元素呢代表的是力量還有行動力 而這些特性通常會跟 運動啊戰爭還有直覺有關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牌面上呢 有一些關於權力的鬥爭啊 或是權威的展現等等的設計 雖然是比較偏向強硬的特質啊 但搭配兔子還是覺得很可愛啊 最後一道水這項元素的聖杯牌組 是由小狗來當主角 那水元素代表的是情感還有溝通 也象徵著是人際交流之間的一些互動的意思 它相對於火通的話 水扮演的可能是比較被動的角色 特別注重人際關係跟感情 所以這一組牌面呢 有比較多小動物之間的互動啊 還有一些獨處內斂的這種故事的設計 因為狗狗是很有靈性的嘛 它是人類的好夥伴 又來當這一組牌的主角的話 好像還蠻適合的 對一道蜂元素的這個保健牌組呢 它的主角是高冷小貓 而蜂元素呢它代表了理性、理智、思考還有思緒 同時其實也還蠻飄忽不定的 無法捉摸而且變動性強 在一方面呢也會被解讀為 和麻煩啊疾病甚至是 關於死亡等負面的事物都有相關 所以這個系列的圖畫呢 它有一些比較看起來 蕭瑟的色調或是比較不安等等的元素 不過在這套圖 都用比較平和的方式去呈現 其實貓貓還是很可愛的啦 最後呢對應土元素的前壁牌組 是讓小松鼠當主角 那土元素呢它是和實際物質有相關 所以會給人一種穩定的感覺 這種是財富給予的安全感啊 或者是有一種勤奮 而且腳踏實地的感覺 那這個系列可以看出有呈現不少 比較富饒的景色啊 還有手動物努力工作來換取財富的樣子 就是很萌然後也很努力生活的小松鼠們 那我購買的這一套塔羅牌系列呢 它還包含了兩卷紙膠帶 它是把大阿爾克那牌這22張牌呢 做成兩卷紙膠帶 還有自帶離型紙的款式 喜歡的話可以去購買唷 哈哈哈哈 那因為我們本身對於塔羅牌的知識呢 了解的比較粗淺一些 所以這一回是介紹一些關於他們的基本故事 還有一些元素的概念 一些解讀可能也不太周全啦 然後也不見得完全正確 如果有朋友非常了解的話 也可以歡迎來跟我們交流 有 哈囉 大家好 我還沒想到我要叔叔 喔 好的 呵呵呵 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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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疫期間用一些美好的藝術品來美化心情 也可以跟我一起追劇看綜藝笑個200回也行 如果您也有自己獨門的紓壓方式 或者紓壓小物的話 也歡迎留言告訴我們哦 也可以帶著愉快的心情按下訂閱 把YA的影片看個十輪按下讚讚跟分享哦 記得要洗洗手和戴口罩 大家掰掰 掰掰